好 再带您来看 在昨天晚上的彰化市小阳路地下道 有一个14岁的国中生 他是骑着单车撞到的一辆红色宾室轿车的后照镜 结果他没停下来直接就离开了 这下子可把这个宾室车的驾驶给惹火了 驾驶居然一路狂追还开上机车道 甚至还撞上了国中生 造成这个学生身上多处擦伤 结果这个罗姓驾驶呢 原来他还是彰化县前议长白洪森的妹夫 不过警方表示车祸的地段 没有设置禁止汽车进入 就无法对驾驶开罚 但他毕竟还是撞伤了这个国中生 肇事责任还是有待离行 几车道上好几个人站在红色名车旁 大声理论受伤的单车骑士已经送医 附近居民看不下去 杠上名车驾驶双方拟一句 我一句火气超大 完全不顾远景就在一旁 进口名车旁倒着一辆单车 原来在6号晚间 一名14岁国中生骑脚踏车 意外撞到前方轿车的后照镜 但他没停下车道歉 继续往前骑 惹怒罗姓驾驶在后方一路狂追 不只开上机车道还撞击单车骑士 郭忠生当场倒地 而肇事驾驶是张化县前议长 白鸿森的妹夫罗姓男子 而国中生当下被送医急救 索性伤势不严重 右手周和膝盖有多粗插伤 警方指出双方打算和解 但为了后照镜 轿车驾驶开上机车道 国中生因此被撞伤 恐怕心里已经留下阴影 记者陈盛伟王艺超 王百英章话采访报导 再来看苗栗有一个66岁的灵姓富人 她在昨天傍晚开车 经过头份式信义路 疑似为了是要超越前面的 学童接送车 结果速度太快了 偏离车道 失控撞上路旁的加水站店面 这个车子的车头严重的毁损 富人的头部也有撕裂伤 紧急送医 而两台加水机也全会直接报废 损失至少40万元 马路十字口迎侧轿车 行驶在外车道 但旁边的学童接送车准备右转 结果叫车反应不及 偏离车道 直直撞进路旁店面 撞击力导致大 引擎盖瞬间隆起 车头也凹陷变形 零件四散 而当时车内的气囊 因为没有爆开 导致驾驶的前额也有撕裂伤 右膝盖也受伤了 赶快送医急救 事发在6号傍晚5点多 66岁的灵姓富人 开车行进路口处时 疑似是想要超越前方的 学童接送车 结果速度太快了 失控撞进加水站 两台机器毁损严重 直接报废 还颇及一旁的娃娃机台 顺势惨重 警方表示富人没有酒驾 但属于违规超车 而加水机无故遭撞毁 老板也很无奈 也已经准备后续的求偿事宜 记者彭志明猜对应 许玉文苗里报道 新北市三重龙门路 在前天晚间发生了一起火警 疑似是门口附近有马达起火 消防人员后来赶到屋子里救火的时候 赫然发现居然有一个一岁的男婴 他独自在屋子里面 趴在地上大哭 而且非常的惊险 当时火源就在小宝宝的身边 幸好消防人员非常细心的安慰这个男婴 不要怕 也成功的把人救出来了 不过呢 这妈妈到哪里去了 原来她是带着另外一个孩子出门 警校人员全力抢救 因为有一名一岁男婴受困在房内 情况十分危急 一岁宝宝吓坏了趴在火场地上哗哗大哭 火源就在小孩旁边差点就烧到身体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龙门路 一名妈妈独自将一岁大的儿子留在家中 没想到家门旁的抽水马达突然起火燃烧 烟烧到一旁杂物 拉到旁边啦 从这边拉出来 那边火车行的 来烧 早晨午夜一瓶 拨救到一帅小孩 小时候他不会玩电的东西 就想他是安心 结果哪知道昨天 一个不小心他就起来 带两个小孩子 也是蛮辛苦的 只能帮你 不要人 回想起当时妈妈心有余悸 差一点就会失去宝贝儿子 所幸男一经治疗后 只有轻微呛伤没有大碍 内部火焰蛮大的 所以我们赶快把他收救出去 想发现仪式的起火点 应该是客厅旁边的一个抽水马达 那边有燃烧的迹象 粗心妈妈独留孩子在家 最高可开罚15000元 幸好消防员细心保护安慰男婴 不要怕成功将人带出火场 记者张俊慧 林育均新北报导 高雄林园区一所幼儿园 有多达六个小朋友 疑似被老师不当管教 因为老师是用了黑胶带 把小朋友的手黏起来 就像是斗拉A梦的手一样 当然孩子身心受创 家长也非常的不忍心 他们自组了自救会 向议员投诉 后来原方也出面说明说 的确是有用胶带黏小包包的手 但是只有稍微黏住手指而已 所以孩子们其实是可以挣脱的 不过现在还是要配合教育局 以及社会局来调查 就把这手黏成斗拉A梦一样 幼儿园小朋友回到家里跟妈妈说 班上同学被处罚 双手被黏成跟斗拉A梦一样 还有人被用力捏脸 甚至扯头发 类似状况似乎不止一次 他怎么绑 那这样再绑 他怎么绑起来啊 他怎么绑 这样绑他绑 然后两只手这样绑起来啊 对啊 另一位小朋友回想 手是怎么被黏起来的 因为没有写功课 或是没有戴衣服 老师就用类似这种黑色大胶带 把手指往内再用胶带缠绕 家长听完好心疼 原方疑似不当管教 让家长超火大 自组自救会 有14位家长组成一个自救会 然后我们发现 林园区的幼儿园 也是有不当管教的状况 那他们不当管教的行为 就是把小朋友的手 用胶带绑绑成斗拉A梦 那有拉头发捏脸 家长找上市议员陈琦 原方负责人一开始 竟然表示不知情 但负责上课的两名老师 其中一位已经离职 另外一位还在幼儿园服务 让家长担心 孩子上课得继续忍受恐惧 教育局目前介入调查 而有没有涉及不当体罚 或是伤害儿童身体 社会局也会进一步了解 但对小朋友来说 心里的阴影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平复 九皇迅悟国珍SNG小组 高雄报导 所以现在是怎么了呢 刚才我们看到那新闻画面 小朋友觉得自己是在幼儿园 被当成斗拉A梦了 那接下来你来看看这个寿司店 难道有米老鼠吗 吃寿司当然要新鲜要美味啊 但是卫生很重要 有民众到综合购物商场的寿司狼 去吃饭 结果当场看到一只 身长十公分的灰老鼠 就在这个回转带上跑 一旁的客人都吓坏了 店家马上清场消毒 三个小时之后恢复营业 虽然店家事后说愿意凭着发票全额退费 但是事发当时也说了要客宿 就打给总公司 让民众觉得不满 生育片大道溢出醋饭 还有肥美的赤虾握寿司 看得让人口水直流 寿司尤其讲求新鲜 但有民众到回转寿司店用餐 经界不速之客 四号下午三点 一家人到综合购物商场的寿司狼用餐 突然看到一只身长十公分的灰老鼠 跑在回转带上 客人一阵尖叫 当事人还说差点连老鼠一起端下来 很不卫生啊 可能就会马上不想吃了吧 那当然不能接受了 这种卫生的问题 那么严重这样不行 店家在下午三点出现老鼠后 四点暂停营业清场消毒 晚间六点就恢复营业 一直到十点打烊 全面消毒一次 不过当时店家处理态度 也让消费者有点不满 主管表示要先结账才能离席 如果要客宿就打给总公司 致电店家结稿前仍没有回应 事后店家表示 只要凭当日下午两点五十五分 到四点三十分的消费发票 即可全额退费 毕竟寿司狼是日本知名回转寿司 营业额位居日本业界榜首 在台湾也有十九家分店 希望展现赔偿诚意 不过中和这家购物商场 有鼠出没 似乎不是第一次 四年前就有民众目睹 商场的首扶梯 顿时成了老鼠的跑步机 吓坏逛街民众 只能说环境卫生 若没做好 尽管开始防疫新生活 民众也不愿上门光顾 记者罗依宏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这位拥有34万订阅数的YouTuber Bump他先前常在网路上面 po争议性的影片 不过这次发片惹火了外送员们 因为他刻意在点餐的时候 填错误的地址 等外送员送到的时候 再告诉对方说他自己住的区域 其实是在山区 等于故意让外送员多跑了超过五公里的路 而且他还在影片当中炫耀 说他用这种方法叫外送 已经多达200多次了 引发网友公愤 外送员送到一段的时候 他会叫我们来取餐 我们就跟他讲 其实我们的人在三段 那他把餐点送过来 明明不在外送范围内 网红Bob刻意输入错误地点 要外送员从一段再送到三段 突然被更改地址外送员会送吧 我现在人在三段这边 我刚刚地址输入到一段对不对 可以麻烦你送过来吗 假装成很久没叫外送 其实这一切都是故意的 外送员虽然无奈 但仍旧把东西送到目的地 大家所有人加起来 总共叫两百多次 我们请这些外送员 多跑了大概一千多公里 恶搞外送员YouTube自拍 影片还洋洋得意 实际走一趟 到底从一段到三段路程 差多少 实际来到当事人定位的第一个点 戏万路一段上 我们实测看看到三段 要花多少时间 最后送打的地点呢 其实就在戏万路三段 属于戏指的山区 两个地点相差差不多有 四到五公里这么远 骑车就要花上八分钟的时间 就是把别人工作当游戏这样子 间内如果送越多单的话 就是会赚比较多钱嘛 那如果你时间都浪费掉了 等于就是没有办法赚到我们应该赚的那些钱这样 外送员透露类似情形 其实很常见 对他们来说非常困扰 针对客人填错地址 Fu Panda在范围内改单就一定得送 车资油资不补贴 范围外能直接取消订单 Uber E范围内可以重新计算车子 范围外同样可以拒单 但外送员如果愿意送 公司也会依最后送达地点调整车子 民众在家点点手机随意改个单很容易 但对外送员来说 东奔西跑浪费时间也浪费油钱 更何况有人刻意恶作剧一点都不有趣 姚一强宋香林新北市报道 超张纸本三倍券预购首轮最后一天了 不晓得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已经去预购了呢 那么有民众其实今天一早9点钟 一开始就去这个机台准备了 不过到刚才我们看到11点钟的统计数据 已经是有820.7万人申请完成 那么这个占比有高达83.7% 可见这个纸本确确实是非常受到欢迎 也因此经济部立刻在明天开始 推出第二轮 7月8号到7月12号都可以预购 但是领取的时间会比首轮再晚一个星期 一早就有上班族赶在上班前空档来预购实体三倍券 要抢在首轮最后一天完全预购 我是想说就是帮家人一起预购 我们家是想说就是大家一起预购 然后集资大家一起去旅行 这里的话我是帮家人 那我自己的话只是绑数位支付 因为目前所有的支付都是在LivePay里面 所以我想要就是所有支付在里面 就可以享有相关的优惠 截至今后上午11点总计已经有820.7万人申请完成 纸本券占了687.5万人 数位券也有133.2万人 纸本券占比已经达到了83.7% 由于纸本券预购太踊跃 也因此经济部拍本无缝接轨 紧接着在隔天7月8号开始第二轮 12号前都能预购 领取时间则比第一轮晚了一周 新的一轮它领取时间会比较晚 所以我就想说趁第一波的时间就先来预购这样 系统太慢了 对所以还是早一点弄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三倍券的推出对于好领好刺激 确实有达到效果 三倍券已经达到了800多万人预购绑定 也成了诈骗集团下手目标 有民众就收到了简讯表示 相关资料有误或不符审查没通过 要尽快到连结网址重新完成身份验证 我们政府不会主动去告诉你说预定不成功 因为如果说有预定不成功 应该在现场就可以看得到 经济部提醒只会在发放前收到领取续号简讯 提醒民众千万别上当 记者彭志华谢维仪台北报导 前九国名花林薇薇和从事餐饮业的月妃后代月子楼婚姻触交 日前因为谈判离婚还找了警察跟所将帮忙 而双方似乎是为了离婚求偿金额 谈不拢剑拔弩张 这段相差11岁的姐弟恋 两个人其实结婚还不到一年4个月的时间就传出生辩 林薇薇向对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可是她要求的金额是高达百万元以上 但是据了解对方只愿意付她三万块钱 林薇薇就请律师递状双方准备对簿公堂 婚宴上深情一吻的甜蜜 仿佛还沉浸在幸福的婚姻里 前中国小姐林薇薇在2018年和小11岁 从事餐饮业的月妃后代月子楼结婚 幸福婚姻生活仅维持了一年4个月 早就变调 日前林薇薇更找远景和所将前往 已经分居了先生住处谈判 似乎不观而散 林薇薇在脸书发文说 现在一切都交给律师事务所处理 很快就会递状 那就法院见咯 脸书最后写着 我看起来是有缺三万元吗 原来两人在婚前曾有协议 包括离婚后 南方要支付她全部开销 林薇薇以协议内容提出证据 向南方求偿一百二十五万元 但对方似乎只愿意给三万块 宣告谈判破局 林薇薇和月子楼 两人相识半年就结婚 甜蜜的婚姻生活 只维持了一年四个月 出来面对 然后赶快先自离婚 当时林薇薇透过媒体喊话 但南方直到今年四月 才传简讯同意离婚 又因为离婚条件 一直都没有共识 让她身心俱疲 非常体贴 然后也没什么坏习惯 但是她对我就是很大方 我要什么 她今天要满足我这样 对婚姻的憧憬还言犹在耳 这段姐弟恋修成正果的因缘 双方因为离婚条件 谈不拢而撕破脸 不但找来远景和所将帮忙 为了离婚谈判近两个小时 气氛剑拔弩张 女方离婚求偿125万元 但对方只愿意付3万 换自由之身 金额落差太大 看来只能对簿公帑 记者林郑坚 立外婷台北综合报道 新北市有一位 刚从国外回台湾 躲疫情的21岁留学生 她在前天下午 跟家人聚餐结束 骑车回家的途中 却被一辆暴冲的轿车当场撞上 导致她重摔在地 头部受到重创之后 送医不治 时隔一天 肇事老妇人的儿子 也特地到了殡仪馆 向死者的家属下跪道歉 希望能够求得他们原谅 双膝下跪 双手合十 嘴里不断说着 真的很对不起 她是肇事妇人的儿子 因为老母亲 5号开车暴冲 撞死无辜难大声 只是再怎么抱歉 也换不回宝贝儿子的性命 但家属即使气愤 还是把她扶了起身 毕竟谁都不愿意发生 如此意外 面对镜头低调 不多做回应 夺命车祸那瞬间 家属实在不愿再回响 因为当时 灵性骑士才刚和家人吃完饭 却莫名混沌路中 遇上死结 我现在只想做一件 赶快把事情处理好了 肇事老妇人 车子瞬间爆冲 撞死人 自己胸骨骨折 至今还躺在医院休养 还原当时的车祸经过 21岁的灵性骑士 在路口准备带转 却突然被高速冲撞 整个人喷飞出去 头部重摔 当场没了 呼吸心跳 听到声音 蹦蹦蹦 我以为是一般的追撞 然后等我抬起头看的时候 就看到他 他人抛起来 亲眼目睹 这心碎一瞬间 即使对方诚心道歉 甚至双膝下跪 也无法换回一条 年轻的宝贵生命 只留给家属 无限悲痛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高雄市这个社区 因为有民众说 家门口正对着消防通道 整条路都划上了红线 禁止停车 但是却造成民众的不便 因为有家长在早上 接送孩子上学 就停在自家门口 竟然也被检举吃红丹 那么富康巴士 来接高龄的长辈 或者是身障者就医 也只停了三十几秒 就被开罚 议员接到了民众陈勤 希望能够汇集资料 送到交通部 修法给临时停车 弹性的时间 这种罚单 它虽然合法 但是不合情理 丢米欢消防通道 开记者会 助理柯次海Style上身 背后举看板 上头贴着 被警察开罚的红单 有民众在自家前 红线区 围停几分钟 接小孩上学 被监局达人拍照 最后罚款一千两百块 气坏了 红线虽然禁止停车 但临时停车也不行 老人小孩生脏者 每天要上下车 都冒着可能要被检举 的一个风险 不仅民众自家车 连康复巴士也也是苦煮 接送行动不便 患者或长辈们 停不到一分钟 也吃红单 我们是执行公务车 我们是服务生脏者 然后如果民众检举的话 然后那个罚单又落在 司机身上 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负担 民众跟康复巴士驾驶 都很无奈 但偏偏民宅大门口 就在消防通道 整条划红线 就是要避免民众乱停车 如果失火 消防车根本进不去 事实是非常明确 我们在重申立场 法令没有规定的事情 警察不可能去做 法令有规定的事情 警察不能不去做 要把现实的这种问题 反映给中央交通部 来研拟解决方案 交通法规全国一体适用 地方明代要汇集资料送中央 希望可以修法变得又弹性 难度可不小 记者宋北辰 王书宏 高雄导 全台湾现在都在拼观光 但是这一场就有一点尴尬了 看到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交通部长林佳龙 还有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们一起宣传台北双层观光巴士 但是不仅柯夫人陈佩奇 他多次脸书上开呛过陈时中 就连前一天柯文哲才怒轰 说有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三倍券没用 结果现在三个人合体同框 接受访问 就被问了这个问题 三倍券到底有没有用 柯文哲在一旁是尴尬的大笑 但是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 他们怎么接招 宣布防疫松绑满月 柯文哲成时中林佳龙三人同台 推广双层观光巴士 但一开口飘出火药味 这不是在帮台北市 这是我们大家自己在帮自己 话中有话 尤其同台前一天柯文哲才怒翘 读过书的人都知道 中央推出的三倍券根本没用 像是稀释过后的强心针 当着面被问 双部长直接回酸 柯文哲只能尴尬上 这是三倍券是经济部负责 我们可以从中传达 不想再尴尬下去 林佳龙主动把球丢回经济部 但柯文哲成时中的战线 还不止这一条 柯夫人对于成部长 对于小平的处理 还有欧美大陆路径标准不一 感到很不满 每个政策有满意 那我想大家都持续的沟通 总是取得一个平衡点 面对柯夫人猛力炮火 成时中这回答得很保守 但柯文哲下一题转个弯再进攻 国内的防疫措施 还是取决于 我们的边境的管制 那如果这个我想 这恐怕成绩相当高 从三倍劝到防疫措施 陈时中柯文哲林佳龙 三人同台推广观光 但角力战更精彩瞩目 记者姚家定成为院 SN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好不过呢 来看看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 在今天被问到 又有国内的旅行社掀起倒闭潮 他却说观光旅游业要转型 也有一些退场机制 观光的观光旅游业也是要做转型 就是也要人住也要自住 那这个长期来讲 有一些退场的机制 只要是软着陆 我觉得这个市场 可以经过这一次 做一个盘整 重新洗牌 那我们作为观光的主管机关 我们就让这个过程比较平顺 那再来呢 会有一些进场退场的机制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基于 他的这个自己的评估 所做的决定 的确国内有许多的旅行社 现在压力很大 像是成立一甲子的金融旅游 之前董事长朱光志 才发信件给全体员工 预告7月的时候 全公司200个员工领最低薪资 并且还鼓励员工离职 或是留职停薪 甚至呢 这个外界就因此盛传 是不是即将要吹席灯号了 业者赶紧出面澄清 说信件内容只是备用方案 还要等纾困3.0出炉之后 才会再做调整 一直至精心制作的旅游影片 从国外挽回国内 老牌旅行社金融旅游 如今传说也抵不过疫情冲击 即将减薪 更欢迎员工自体离职 董事长朱光智发出公司内部信件 表示新冠疫情仍在延烧 某些国家陆续解封 却没将台湾列入 光靠国旅业务难以支撑 观光补助3.0只闻楼梯响 公司收入基本上是归零的状态 并提出七大公告 7月起发放最低的基本工资 并要求同仁年假在9月底前修完 鼓励员工留停或者是自体离职 引发外界关注 公告局2.0的案子刚好6月底结束 那3.0的还在进行中 那我们是老公司 所以必须对员工也做一些 透明的清楚的一个告知未来的状况 业者出面澄清 公告的内容措施还没执行 只是备用方案 要公开透明 让员工知道公司的走向 公司仍要永续经营 希望能维持稳固的牢固关系 公司目前也都是有同仁 就是自行提出就是说流停 就是要帮助公司渡过这个难关 内部员工共体时间 要一起撑过旅游寒冬 成立一甲子的金融旅游 曾在1965年组了第一支 环游世界60天的旅行团 官网上还贴出手写行程表 相当具有怀旧意义 目前全台有5家分公司 员工超过200人 减薪消息一出震撼旅游界 目前我们都没有做了 目前都没有做 只是说一个预告做法 街舞服旅游不敌疫情影响 7月进行组织精简 裁员百人大受伸 这回一封旅行社的内部信件 再度掀起讨论 旅行社业者设法苦撑 只怕等不到疫情趋缓 就先撑不下去了 只是泡杯茶 但竟然也能引发外交大战 有一位搬到英国的美国妈妈 她在线上示范 如何冲泡英式奶茶 甚至用微波炉把水加热 结果不但英国的网友气炸 甚至还引爆了英美两国大使的口水战 住在英国的美国妈妈 示范冲泡英式奶茶 结果这几个动作 让许多英国网友跳脚抓狂 直言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茶 因为英国人认为 加茶加奶绝对有正确步骤 甚至因此升级成为 英国美国两国的外交事件 英国驻美大使请出三军官兵驻镇 示范正宗英式泡茶法 不但船舰上能泡茶 英国空军甚至在飞机上高空中 也能克服煮沸水的困难 还有在野外的陆军拿奶粉 一样可以享受喝茶文化 结果美国驻英大使不甘示弱 亲自冲泡美式咖啡反击 大使特别拍下短片 拿美式咖啡对占英国茶 被发现用的还是吉荣咖啡粉 又引发网友争论 吉荣咖啡也不是正咖啡 记者彭馨仪综合报道 去年12月有一名女子 她跟毒贩买咖啡包 后来在家暴毙 她的妈妈从手机里 找到毒贩的账号 就决定要跟警察合作 假扮成女儿的身份买毒品 把人调出来再让警方逮捕 同时这也是为女儿的复仇 而咖啡包毒品当中 验出了PMMA强力摇头丸的成分 这种毒品的成本低 作用比较慢 一开始吃下去没感觉 但吃越多可能就越容易抽搐 神志不清 致死率相当的高 光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就导致31个人死亡 男子骑机车抵达 一名女子走下楼营街 两个人讲没几句话 手中拿出咖啡包毒品交给女子 这是去年12月12号 就在隔天女子在家吸毒暴毙 体内验出多种毒品反应 女子吸毒暴毙之后 她的妈妈从女儿的手机 微信账号里面找到了毒贩的资料 于是和警方合作将人约出逮捕 第二位女儿复仇 这名妈妈假装女儿身份 通讯软体联络毒贩 说你这星期要赚很多了 下定毒品 说要瞒着父亲 钱明天转 但你带新的毒品来好吗 约定完成 随即报警逮人 而搜出的毒品 其中就包含PNNA 警方大举查气毒咖啡包 因为新兴毒品流行年轻族群 其中强力摇头丸 PNNA 别名死神属于二级毒品 毒性惊人 作用很慢 出奇没有感觉 吃的越多 会导致神志不清抽搐 致死率极高 这些毒贩 他可能本身都不知道 他在混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 这些其中的药性 可能会如何的影响 相关单位提醒 毒害严重性 因为摊开数据 近五年来 新兴毒品死亡 人数最多达到100人 而光是今年才第一季 就有42个人 其中吸食PMMA的 有31人 而去年最年轻死者 仅仅只有17岁 检方眼里将非工业用的PMMA化工原料 提报裂管4级毒品 暑假才开始 要避免年轻人受到毒害 记者郭先生王文竹 台北财报报道 苏阿改的史上归宿车 第一罚单出炉了 看到7月4号下午3点17分 在台九县南下的观音隧道内 警方用手持式雷射测速枪 测到了一辆百万名车 他的车速只有46公里 低于最低速线50 所以就开出了第一张 苏花改归宿车的罚单 驾驶便称说 因为看到警察所以放慢速度 但后来一查还发现 原来这个驾照 他是根本都没有 因此又杠上开花 再开一张无照驾驶的罚单 驾照有带吗 驾照没有 对啊 那身份证有带吗 没错的就是你被开单了 因为你开苏花改开太慢了 我们这里最低速是50 我们刚刚给你拍照是42 我看到你们 我想说怎么了 怎么会有人拿摄影机在那里 没有我们就是 我有检数看一下你们 只见百万名车内 驾驶尴尬拿出证件 一旁副座女乘客 则是看得出很不开心 正因为苏花改的第一张 慢速罚单 由隔壁的驾驶拿到 开始应该是差不多保持在7月4号 那我是不是想到你们 我才减下来 不是减不减速问题 而是驾驶真的开太慢 除了数据会说话 再看看近世纪画面 一样角度一样距离 百万名车驾驶 就是比人家慢 且搞了老半天 才知道驾驶驾照被吊扣 太紧张了 放油门放过头 才成了陆队长 依照道交主法大力 警方开出了一张新台币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的罚还 还杠上开花 因为驾驶无照 再罚6000元以上 12000元以下的罚还 有50 50吗 你觉得警方会取缔吗 从来没取缔过 我会阻碍到别人 赶时间的话 因为这边只有单线道而已 6月20起 苏瓦改主线路段 最高速线 已经由时速60公里 提升到70公里 并规定最低速线50公里 伊安县警局交通队 从7月1号开始正式执法 才三天 就在4号下午 于台九线南下134.5公里 观音市道内 以手持式的雷射测速相测得 这辆百万名车违规 警方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行车速线 避免当路队长 共同维持整体车流顺畅 这里是严禁宇的报告 现在正好是澎湖花火节 游客特别多 因此看到马公的街头 到处都是人潮 但是有游客却po网抱怨了 说他们一行四个人 在餐厅里面吃饭 结果觉得自己好像被当盘子 六道菜要收1540元 觉得太贵 要大家评评理 但是有多数的网友回应就说 在澎湖这样的菜色不算贵了 其他餐厅的业者也说 澎湖其实很多料理食材 都是外地运过去的 成本相对就不便宜 辣椒 葱姜蒜下锅 北美鹅啊 在锅里滋滋作色 味道马上扑鼻而来 都海豁的 活跳跳鲜鱼 还有臭大龙虾随你点 来到澎湖不止玩水踩点 美食通药多到吃不完 不少人会上热炒店 点上海鲜或是各式小菜 体验到底美食 但是现在确有人贴文抱怨 在澎湖吃海鲜被刚做攀呢 丝瓜蛤蜊 鳳梨 沙熊 还有两大只小管 渣渣种种六道菜 让你猜猜多少钱 文有贴文到澎湖某家餐厅 这样的份量四个人 根本吃不饱 而且没有受炸 六道菜就要1540元 让他觉得实在太贵了 这种不叫坑杀吧 这种之前一定都会询问过客人 客人也是到价钱了 那海鲜我们都是一两计算 这个都一定要事先告诉游客 其他业者则表示 其实在澎湖观光区 这样的价格不算太贵 底下网友也留言反击 觉得观光区这样的价格差不多 认为1540元是很正常的价格 不算贵 说1500的话 应该最起码是七道菜或八道菜 民众反应正反两极 但在澎湖除了物价本来就不低外 很多资源都还要靠本斗运送过去 加上料理等等繁琐工作 让副手网友为电扎海冤 六道菜1500在澎湖其实并不贵 离岛旅游正夯网友贴文 也在网络意外掀起一步乱战 记者言语龙 李秀怡 澎湖报道 海军陆战队在上周五联合登陆作战操演 结果发生交挺翻覆的意外 造成两死一众伤 外界质疑当天明明海象不佳 那为什么要坚持出海训练 还有水深只有150公分 可是三名士兵居然会无法自救 军方甚至是在20分钟之后才把人救起来 那岸上停着的介护艇 难道没有及时出动救人吗 在今天早上海军又再次召开记者会强调 海象不佳是下海训练之后才发生的 面对这些回答训职士兵 蔡柏宇的家属表示无法接受 尤其今天7月7号是蔡柏宇的生日 这个老爸爸顿时想到就又泪疯了 哭到抽搐 让人看得相当不忍 我没给你 我没给你 见到云林县长张丽善前来慰问 不幸殉职士兵家属 蔡柏宇的老父亲忍不住悲从中来 原来26岁的蔡柏宇原本8月10号要退伍了 但是又签了五年自愿意 没想到却在7月7号生日前夕发生意外 生日变忌日让家属完全不能接受 蔡爸爸还说完全忘了今天是宝贝儿子的生日 演习意外发生主因尚未厘清 但外界已经提出五大疑点 交挺翻覆点 距离岸边只有160公尺 水深更只有150公分 三名官兵为何无法自救 所谓的1.5公尺是最低低潮线 那整个海域因为受到高低潮差 还有涌浪的行程 整个的水深是超过1.5公尺的 意外发生后 军方说救生装备都有发生作用 那为什么士兵还是反应不及呛伤 肺部进水致死 外界质疑士兵训练是不是不足 就贸然下水演训 但国防部说一切都经过严格训练 当天意外主因是环境问题 并非人为因素 演训当天明明就已经发布海枪预警 为何还坚持下海训练 外界甚至质疑是不是背负的装备太重 因为士兵每人背的装备大约13到17公斤 但防护背心可以自力漂浮 即使海巷再恶劣 照理说也不会影响逃生 五大疑点 目前军方都未给出确切答案 记者张惠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论云及 drying